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考试是完全不会考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这个考试就很简单 因为我们目前可以追溯到的考古题 从去年一直往前推 总共可以找到17份 那这17年来呢 其实英文科目 这个科目的考试程度有巨大的转变 我们可以想象的到17年前的台湾 那时候英语教育 以及大家平常使用英文的频率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考题在单字和片语的难度上面都比较浅 但是呢 随着这十几年来 英文教育的慢慢的发达 然后大家使用英文的频率越来越高 那考题也就与时俱进的越来越深 所以每年只有趋势上都只有越来越难而已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说 简专考试英文科目的提醒都长什么样子 以及它的难度大约在什么地方 首先呢它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单一选择题 占总分的60% 那第二部分等下会看到是多选题哦 占40%的分数 不过两个部分都不到口 没有那么狠 好那单选谱的部分呢 第一部分一定都是测验你的智慧能力 好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变的 好每年都是一样 好那它的智慧呢 到底深不深很简单 我们来看第一题的选项部分就好了 比方说像看到A选项这个单字 Devices 给大家三秒钟思考一下意思 3 2 1 装置 你答对了吗 好再过来B选项叫做Vehicles 意思是车辆 那C选项叫做Facilities 设备 再来D选项Appliances 叫电器用品 所以光看选项 你大概就会了解到 它的难度大概在什么位置 好如果刚才四题呢 你全部答对的同学 嗯那我相信英文这一科 好一定的实力 比较不太需要担心 如果你一个都不会的话呢 你很需要来这边 这样子光看第一大题的智慧题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其实景专英文考试的难度啊 好跟高中生大学的学测 好甚至指考的难度 都是差不多的哦 好是可以媲美那种难度的 好那第一大题呢 会是智慧力的测验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第二大题呢 我们叫做成语题 那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片语啦 好因为英文成语呢 其实有点像所谓的谚语 但是景专考虾指的 其实就是像片语这种东西 好再过来第三大题呢 一定都会考你五到六题 好的文法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都是文法题 接着往下看到 第四大题呢 会考巨型 好那句语型跟文法 其实是一曲同工的东西 差不多 好再过来呢 第五大题啊 会是一篇好的 比较长篇一点的阅读测验 好那阅读测验 结束的时候呢 第一个部分单选题就结束了 好再来同学可能 比较害怕的是 多重选择题吧 好那多重选择题呢 你可以看到 从31题题开始 其实啦 他也是在考不外乎 好考单字跟考文法 比方说你看32题 看他的选项 tried trying I had tried I tried I tried 像这种就是典型的 考你动词时态 变化 好方面的题目 好 所以你看像33题的选项也是 sit sat to sit sitting sits 所以说啦 他是多选题 但他要考你的东西是一样的 其实是考英文考试嘛 不是考你的单字能力 就是考你的文法能力 以及你的阅读能力嘛 好那在多选题的部分 会有一个题型 可能是同学 比较不熟悉的 就是你已经看到一幕上面 从36题开始 这是近五年来新增的一种题型 叫做翻译题 所以呢他每一题都会给你一个中文句子 接下来会有五个英文句子 你必须要从中选出哪几个英文句子 是有正确的翻译 好这句英文句子的 所以这个翻译的部分呢 是这几年新增的题型 好那你说老师那这样子的话呢 是否考题就这样有机可寻 的确是 好因为呢他每年考的题型 都是这几种固定的 好那再过来就是说 他有一些文法跟一些句型 每年一考再考 好一考再考 所以就是说呢 那些题型很有可能 就在你下一次的考试当中出现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不过或许有同学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在去年 好去年第34期的考题当中呢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 怎么说呢 马上秀给同学看一下 就最新一期在去年104年的考题呢 长成这个样子 你看到34期嘛 然后第一大题 没有什么改啊 自会题 是的第一大题 并没有什么改动 但是第二大题呢 就跟十几年来的题型很不一样 请看到 第二大题他叫综合测验 名为综合测验 其实 你看见了吗 就是我们国中高中以来 就是当学生以来啦 经常被考的一种题型就是 克漏字 对吧 那第二大题呢 以前是没有考过的 就是说以前不考克漏字 以前就是考文法题 考片语题 但是就在去年呢 第一次出现了克漏字大题 而且呢还一次考了A B 还有C 三篇 所以单选题呢 就只考了这两种题型 字会题 以及克漏字题 好 那就结束了 总共A B C三篇 好 那接下来马上就进到多重选择题 诶 那多重选择题考什么呢 相当有趣 他分成A篇跟B篇 有没有看到 A篇给你漏漏灯的一篇英文文章 好 接下来考你什么 考你一些文章里头的题目 所以他就是阅读测验 只是每一题的答案呢 可能不止一个 好 那在看完了以上的几题考古题之后呢 我相信同学就会发现到 以往景专的考试固定就是那几种题型 而且有一些单字片语跟句型是重复出现的 以前好像就是把那些东西搞懂就可以了 但是就在去年呢 题型有了重大的转变 难度上其实又往上稍微加深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准备呢 其实得分关键很简单 你的英文实力一定要加强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绝对可以应付各式各样的考试 那就是以英文这一科来讲 它不外乎你必须加强的能力 你的智慧量 以及你的文法 因为文法可以帮助你读懂每一个句子 以及读懂长篇的英文文章 所以得分关键当然就是呢 你要能够熟悉那些十几年来的考古题之外 你整体英文实力提升是相当重要的 好 那所以呢 来到顶文补习班 我们到底如何帮你加强你的英文程度 让你面对即使明年 还是不考以前的那些句型 还是考长篇的阅读测验 还是考课漏字 你都能够升任呢 很简单 我们要加强你的首先 盖大楼嘛 我们常这样子比喻英文的学习 首先你要有骨架 因为英文这个语言跟中文这个语言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可是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文法就是在帮助你了解 英文这个语言的结构 它的句子是如何形成的 所以呢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会帮你把 国中你应该要学的基础文法 以及到了高中 你应该学会的一些比较深的句型 从头帮你上一遍 好 这样子你的英文这一栋大楼呢 就有了钢筋 有了骨架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你如何把水泥填进去 水泥指的当然就是单字 跟片语 好吧 那很多同学 老师 单字好难背喔 老师 就单字我都背不起来 老师 单字我背过 就忘了 然后有些单字很长欸 很难背 到底怎么背呢 还有就是说 老师 是不是我只要读到一个我不会的字文 就应该把它记起来呢 好 当然不是的 好 因为呢 英文的字会 这样子比喻好了 比方说今天有一个 都要在学中文 好 那他学中文的时候呢 有一个疑惑 中文字好多个嘛 好 那他如果现在问你说 诶 行文 我 这个字 跟 额 这个字 哪一个字比较重要呢 好 那我相信各位同学 应该都不会觉得额比较重要吧 应该都会觉得 嗯 你应该要先学习我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字实在太常用到了 比方说 我爱 不过讲个一到两次 所以英文字会呢 他的学习也是一样 必须要循序渐进 由简入身 那由你最常使用的那些单字学起 然后慢慢慢慢的加深去学一些 没有那么高频率使用到的单字 好那这也就是我们的教育部 他去编排同学或许有听过 所谓高中必备七千单字 好那大家听过七千字 对不对 那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在国中阶段 就已经学会了一千两百个字 好 但是一千两百个字实在太基础了 包含说像是 ador family dog cat 这种很基础的字 我现在在座同学绝对都没有问题 好 但是紧专英文考试的难度 如果你希望可以考到不错的分数的话 建议是 一切二我当做你就会了 到四千字左右的难度 如果这些你都能够熟练的话 你是比较有机会 你就一定应该讲一定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 好可是这中间的差距有多少啊 这中间的差距有两千八百个字 那这些字呢 你或许会或许不会 这些字呢就是最重要 在考试之中最频繁出现 你必须要会 你才有机会读懂长篇文章 的这两千八百个字 好吗 那这两千八百个字呢 我们会在上课的之中 过程之中告诉你 你到底要怎么背 你一定是先背 不可能说先去背一些好难的字 考试根本不会用到 一定是要先把这最最重要的单字实力 先巩固起来 只是说呢 欸到底要怎么背 怎么样才能背过之后又不忘记 怎么样才能够呢 连他的用法也一起学会 好这些就是我们在十个月 好我们从暑假开始 一直到隔年五月份要考试 这中间的期间呢 好我们要一边打基础 把我们的架构架起来之外 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水泥都填进去 这就是我们课堂当中 必须要带给同学的 好那这些都是我们课堂上面 会提到的东西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 我最喜欢跟同学讨论英文 讨论私事就还好 聊聊天好 你读书一些烦闷 当然是可以跟我分享 但我最喜欢跟你讨论英文 所以不管呢 你是有单字 不懂的 文法呢 不太会的 做了一些题目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答错的 我都非常喜欢跟你讨论 好就怕你不来问 所以呢 来可以上课的话呢 上课之前 以及你下课之后 只要任何英文方面的问题 都欢迎找老师讨论 好 所以呢 期待在鼎文普习帆这边 能够跟你见面 我们一起把英文这一课 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厉害